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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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姐 我最近看一個新聞說 台灣有一個東西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台灣對不對 是珍珠奶茶 腳踏車 牛肉麵 都不是 都不是 那是什麼 那我請一個漂亮的妹妹 給你一些提示 好的 妹妹你好 好 什麼像小Paul 好 我可以給你提示 第一 小少姐以前有現在沒有的東西 你就是年輕嗎 好 繼續 第二 跟手機電腦有關係的 答對了 好 對 台灣就是有禁食玩果之稱 根據統計 台灣人禁食率有約42% 是世界第一 哇塞 這真的我意想不到耶 到底世界上還有什麼意想不到 世界第一呢 好的 那你一開始要猜哪一個國家呢 我們要請我們的 住女郎 你好 你好 真的是住女郎 你好 有沒有可愛 好可愛 她今天穿這樣 下次我們會穿不一樣 也啊 也啊 好 我們的提示是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大家要猜的國家是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有一個東西的數量 世界第一 大家猜猜看裡面是什麼呢 好 提示一 跟時間有關係的 第二 有些創造出世界文化遺產 好來來來來 猜一下猜一下 跟時間有關係 好 雪兒有想法了 看那是全世界最多 攪不到女朋友的女生 對 時間 宅男 他半輩子都教不到你朋友 而且已經宅到變成世界文化遺產 他是變成目標是不是 OK OK 這個答案真的滿酷的 還有沒有 還有別的嗎 別的想法 漫畫啊 對 要是沒有世界文化遺產 我本來想猜那個 什麼 A片 對 A片有些劇情 跟時間有關係 我想 男生老實力 世界平均 對 世界文化遺產 穿越時空 我怎麼會知道 穿越時空老師 他跟我講 他跟我講我才知道的 好 那我們來揭曉了 什麼跟時間有關係 又是世界文化遺產呢 答案就是 百年企業數量全球第一 歡迎馬可動 也謝謝我們的美鳳 謝謝 百年企業啊 其實日本百年企業 總共有超…高達三萬三千 對 三萬三 三萬三喔 更厲害的事情就是 世界最古老的企業也在日本 它已經有開了一千四百四十五年 哪一個啊 還持續著嗎 對 千多年 十個世紀耶 對 然後你看這個排行版 日本就是這個五百七十八年 第一名是五百七十八年就成立 是 那個西元 西元五百七八 所以已經… 對 然後第二名也五八七 第三名七零五 所以其實一到七名是 就是全世界最長的企業 對 最長的企業 太可怕了 所以這些都還在嘛 還在 那這個第一名的金剛組 它做什麼 它是做建築 對 然後呢那一家做的是日本非常有歷史的兩個寺廟 一個是法龍寺 然後一個是四天王寺 四天王寺 都是一千四百年 差不多一千四百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一起成長耶 然後就他們當時就是日本的偉人叫做聖德太子 所以他這個幫忙是他 然後就蓋這個 對 而且就是日本最古老的木造的建築 就是他 一千多年 對 然後呢就是這個法龍寺呢 就是很多人來這邊就是起 就學業成就 還有入學企業 然後心願成就等等 然後現在的話很多日本的學生旅遊 就休閒旅行的時候一定會來這邊 所以呢在日本呢就是一百年的企業 就是只有是叫做老婆而已 看老婆 老婆呢 兩百年以上才可以叫做長壽 但是我覺得像剛才老婆跟那個剛剛說的 長壽 長壽 對 所以想問一下其他國家 你們國家也有像這樣子的公司啊企業啊 對 長壽百年公司 來 在波蘭有很多非常長壽的企業 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薑餅公司 大家有聽過哥白尼嗎 有 然後哥白尼的家鄉就是波蘭的托倫 那托倫剛好也是薑餅的發源地 因為這樣就那邊的薑餅店是非常多 然後那種超過一百年歷史的也是不少 然後我最大的一間就是叫做哥白尼糖果空廠 它創造創辦的年是1763年 也是今年剛好兩百六十年 兩百多年 對 然後他們的薑餅就是非常受波蘭的歡迎 我們買半壽裡都很喜歡送這個給大家 那今天我又帶來給大家試吃看 好耶 百年歷夜的薑餅 我們來品嘗一下 那你們剛講那個糖餅屋的薑餅 我們的薑餅長得不太一樣 那是巧克力餅 對啊 像微化巧克力餅乾 它就是中間有一層醬 所以它因為有那層醬 它必須要那個做得比較厚一點點 薑料 薑料的醬 對 然後它那個像下層的那個 就好像蛋糕體一樣 然後外面就可能有一層巧克力 或是糖霜這樣子 就吃起來口感跟那個薑餅屋的薑餅不太一樣 所以這應該是你們記憶中的味道 對 梅子的酸味 對 它有點像古老那個梅子冰的那種梅香 是 而且我覺得它口感不像餅乾 它比較像是那種 松膏的感覺 對 然後而且它比較乾 對 好吃 所以在馬來西亞也有百年的 企業嗎 有 有百年企業 但可能沒有到兩百多年那麼久這樣子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馬來西亞有一間傳統的紙媒呢 它已經成立了114年 那就是光華日報 哇塞 對 這位是國父先生 對 台灣的朋友覺得 中間這個人非常的熟悉 對不對 是的 100塊 100塊 這個我們馬來西亞的光華日報的創辦人呢 就是台灣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真的假的 沒錯 當年就是在1910年的時候呢 孫中山先生他就是跟他的夥伴在馬來西亞的 檳城一帶 就是開會 然後討論說呢 要去對抗這個清朝政府的事情 然後呢 就是為了要號召更多的海外華人 來加入這個抗清的隊伍呢 所以我們就在馬來西亞創辦了光華日報 對 然後發展到現在呢 就是它目前還存在 然後呢也是世界上最長壽的中文報紙 對 然後在馬來西亞也非常的暢銷 現在是光華電子報了吧 那還是有趣的吧 還是有人在看那個傳統的直報 真的喔 因為台灣有一些百年的老木屋 它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報紙的墨跡 它們一群都會 紙糊的 對 都會拿那邊去黏 然後去放在上面 所以報紙是個好東西 好東西 沒錯 光華日報 大家還是要多多閱讀報紙 是 我們國家有很多有百年歷史的產業 大部分都是Pub跟飯店 酒店 對 那現在這一間呢 它就被稱為世界最古老的飯店之一 對 它在一二零三年開業的 而且到現在還有在營業 它其實在Canvers上面一點不圓 如果想去體會 體驗看看的話 是可以去住的 所以這是傳統 中國人家裡會有非常傳統 然後因為大家就很喜歡 就是Veroflown 哇 好漂亮喔 然後這邊他們牆上就有掛去 住過的以前的國王跟皇后 對 那大家如果想說 國王住過 我也住過 這種感覺的話 就可以去看看 八 九百年的飯店 好玩喔 歷屆國王都有去住 我們也可以去住看看 對 所以這個是百年 百年企業 第一 謝謝麥康豆 謝謝麥康豆 接下來是哪個國家呢 好 接下來要猜的是 非洲西部的加納 那加納呢 有全世界最快樂的 最快樂 大家猜猜看是什麼呢 提示一 在其他國家會讓人哭的 第二 有些人會很害怕 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 會讓人哭啊 加納 有什麼想法嗎 婚禮嘛 對 婚禮 婚禮都可以 沒有嗎 可是在其他國家 也會有人哭啊 比如說像女兒出嫁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哭的 那為什麼會害怕呢 因為有些人講 一定是婚禮 出來了 來人 而且那裡可能結婚年齡很早 然後大家還很猛猛 就這樣 所以會很害怕 想說那什麼是婚姻 可能都不知道 對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葬禮 全世界最快樂的葬禮 全世界最快樂的葬禮 告別式是不是 是的 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米豪 這邊我們有請小剛 是的 你有參加過全世界最快樂的葬禮嗎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有點驚呆 就是照理說 當然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對於死亡 可是這大部分都比較是死後 對 死後我們在每年的緬懷 它是用比較歡樂的形式 對 但是在加納很特別的是 它是 那個整個第一場葬禮 這樣子嗎 就死得好 真的假的 你終於解脫了 應該不是死得好吧 終於死了 終於死了 不是 因為對他們來講就是 解脫 沒有 葬禮將他們來講 就是他們有一句話這樣 你說 其實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葬禮 他們還會貼類似像 宣傳的廣告 你說 我覺得你用講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你一定在唬爛 真的 不是 真的 我們看一下地下的照片 真的有 全世界最快樂的照片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加大人對於死亡這件事 態度其實真的很開放 因為你來到這邊 看到最不一樣的是什麼 有在上面那個 你覺得牆上那一大佛槍是什麼 它是我們所謂的遺照 這邊當地的人是把它弄成 有沒有像這樣 一箱海報 然後告訴你的名字 聽導遊說 桑禮通常會在五、六日舉辦 剛好今天是Saturday 導遊決定帶我們去參加一個 桑禮 現在音樂開始放了 現在太陽快下載了 不知道是不是開始因為這樣 然後他們開始放音樂 然後他們看到 當地人都起來跳舞了 而且他們臉上是怪滿笑 好像在跳舞耶 好像還滿開心的感覺 OK 當然會有媽媽們上去 然後他們會打扮的 就是像剛才看到的就是很漂亮 超級錯 它不是那種好像一定要全黑很樸素 它就算是商家 他們剛才坐在那邊穿全黑 當然全黑它也是要經過一些設計 有蕾絲啊 或者是他們傳統部落的 那他們的遺照都是這麼的自然生活化 對 像疫情期間不是很流行那個 棺材舞 就是從加納開始發育 對 而且他們可以客製化 就是你想要什麼樣的音樂 你想要什麼樣的舞蹈形式 就是你要多長 你要多少人都可以 甚至連棺材都全客製化 是 所以我們的紫紮人在那邊應該有市場 紫紮人 但是不能用紫紮的 他們一定要是木頭 要是木頭 對…要真材實料 對… 我們那個時候也有去看很多 特殊很不一樣的棺材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參觀一下棺材 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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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要到大人 我們相信 就不要這樣 你們想要到大人 真的嗎 啊 在這裡 這個嗎 這裏 有這裏 起床 我知道 如果有人找你 叫車 喔 你要把爸爸 這些是 這些是 可以我開馬�니다 誰開馬 我可以進去耶 雖然這是人家訂的啦 但是我想說 進去看一看也好 我第一次進棺材耶 這是我第一次 你覺得 我希望你進去 你可以進去 但再開我之後 開開 感覺還不錯 如果你以為手機棺材 已經很特別了 那你一定得再看看 其他的一整尾魚 可可果實 大龍蝦 球蟹 雞他 螃蟹 可樂罐 眼睛舌等等 琳瑯滿目的造型棺材 看得我是臉花撩亂的 可見佳納人對死亡的觀念 除了尊敬往生者之外 也非常開放喔 真的很厲害 顛覆我的想像 對 而且以前覺得 觀材長得很可怕 看一看 很可愛 對 很可愛 就是其實像世界上有很多 他們後來整個佳納 把觀材藝術化 是 所以現在世界上有些 幾個知名的那種 觀材藝術家 是 他們其實都是去佳納取經 去學習 所以西方對於 跟東方那個 對於死亡會 一直不太一樣對不對 其實東方人跟西方人 面對死亡的態度 真的很不一樣 像是東方會比較有忌諱 那我們就覺得說 就沒有生出來 就一定會有一天走 就覺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像是 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波蘭很多公園 就是順便規劃成墓園 所以 例如我們那個 有一個歐洲其中最大的墓園 它就是一個公園 這樣子 然後它在那邊規劃的時候 就有設計一個教堂 有設計一個虎 有設計一些造景這樣子 所以你去那邊 就是用散步的心情去走路 就是那種害怕的去墓園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去墓園 就跟去公園一樣 去公園的心情就是一模一樣的 公園裡有墓園 墓園裡有公園 對 所以我就要去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北邊 靠近烏克蘭那邊 有一個快樂墓園 那個地方走進去 你會發現還要付門票喔 三個進去看 那裡面那個墓碑上面寫的是 他生前的這些金玉良園 還有包括一些他的公園 雖然都是小老闆園 可是他寫的他生前的一些事情 走進去你會發現 會被他那個鮮艷的色彩 哇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 心情會變得很好 對 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它叫快樂墓園 我們是 像我們去蒙阿波 哇 趕快過 趕快過 白天去都覺得很冷這樣子 對啊 尤其那個照片 老人家都說不要看他們眼睛 不要看他們眼睛 然後看他上面字不要念 不要念 對 想法真的不太一樣 對 很不一樣 OK 謝謝小高 謝謝 我們帶你接下來的結果 是藍瑜的 接下來要猜的是 南非 南非有世界第一療癒的 大家猜猜看是什麼呢 提示一是一個景點 提示二有不怕人的動物 訓錄 誰 他剛剛好好跟聖誕老公公一樣 好 也是提示 北極熊 南非有北極熊看的 對 的確是滿特別的 好像 好像那邊比較南極 比較好 到底是什麼呢 什麼呢 就是 企鵝 沙灘 我們歡迎 為了 謝謝 你好 其實南非有一個地方 它也是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它這裡就是叫 這個沙灘 它就有很多的錢 我可以給大家看 小企鵝 好可愛 他們是小小隻的 對 有沒有很想 很想要看這個動物 所以它長大 沙亞說它長大就這樣而已 對 它就是小小隻 這麼小 很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非常可愛 其實最主要在南非的話 我們是有 然後他們也是被稱為 非洲企鵝 它的腳像穿雪靴一樣 黑色 然後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詞 叫做 公鯉 公鯉 對 公鯉企鵝 公鯉企鵝 對 就像 因為它會發出像 鯉子會發出的聲音 那 我有被Cue要示範一下 我 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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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有笑聲的 我有YouTube去 真的 他就是 真的 真的 那請問 捕鯉怎麼叫 應該都一樣 對 高八度 對 對 你是不是聲音 你是不是聲音 小剛好聊天 不要再想玩了 OK 好 大概高八度就變這樣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這麼有名 它其實也就是因為它 是在離那個城市 凱普敦 這是在凱普敦 很近 對 它就是在市區的附近 所以非常近 非常方便 是 那另外呢 大家其實是真的很少數有這個機會 可以看到 真的 整個沙灘都是 真的 你這個還算少 企鵝比人多耶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超級多 它好像是世界上唯一在 亞熱帶 就是屬於比較熱的 熱帶的地方 是企鵝 沒錯 那它是保育類嗎 可以去摸它嗎 沒有 所以它們那邊都會有招牌 對 會跟你說不能去摸 但是 但是你可以離它非常近 如果要付錢 你可以到這個沙灘上 然後可以這樣子跟它們互動 那所以這個 如果你不想要花這個錢的話 其實也可以不用花這個錢 對 因為 像我們就是沒有花錢的 對 就是這樣近 它有一個步道 對 它這個步道是你邊走它也很長 對 你就可以對像這樣子 對 還會遇到嗎 對 而且我那時候是還有遇到 企鵝就是在旁邊 然後他們兩個在 那個 這應該要跟企鵝要付錢 企鵝走到人行步道要付錢 就是在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對 而且我就是 它離就是這麼近而已 這樣子看著它 它就在這裡開心 它就在這裡開心 它不管 它都沒有在管理 就自己在開心 而且也沒有管理員 它們就是一個告示牌 很可愛 很可愛 那除了你當然在這個步道上 會看到企鵝之外 也沒有一個叫做 這個很像澳雕 這很像袋鼠 對 對 澳洲的一種小的袋鼠 就小小的 但它也真的很可愛 你看它那一 好可愛 對 對啊 這一隻多少錢 我想買一隻 我想買 好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對 真的很可愛 所以其他國家有沒有 也是像這樣子 就很快樂的在動物的天堂 日本 對 日本那個工程縣的 藏丸 狐狸汁 很有名 對 那邊有 就是 大概一百多隻的狐狸 都是一整天都可以看 而且這個世界唯一 就是專門獅獄 獅獄 獅獄就是狐狸的一個地方 很富裕 對 那它的話 大概有六種 對 六種 六個品種 對 除了那個 通常大家比較熟悉的這個 北海道的狐狸 以外還有什麼那個黃 哇 白狐狸 雪湖 冰山 然後如果要去的話 冬天的話 就可以拍這個 後面是那個白雪 然後我就一起可以拍 每次在雪地裡 最期待就是看到有一隻狐狸 跑過去 對 很可愛 對 還有呢 春天的話就他們的那個 小孩子 好可愛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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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非常可愛 而且它的入場費只有日幣一千塊 台幣大概兩百億 兩百億而已 所以這邊是值得取 好的 謝謝 謝謝位置 謝謝 謝謝位置 接下來是哪個家呢 歡迎你好 嗨 嗨 來 看一下我們的提示 還有國家 接下來要猜的是 波蘭 波蘭有個東西 數量全球第一 大家在猜看是什麼呢 第一 是一種動物 第二 第二 跟小 生小孩 生小孩有關的 第三 會帶來好運 對 我猜貓頭鷹 為什麼 因為台灣少族 日月潭少族 他們的送子鳥就是貓頭鷹 對 在小年好觀點 所以很多木雕是貓頭鷹 對 到底什麼東西跟動物 跟我們數量是全球第一的是 送子鳥 送子鳥 數量全球第一 我們歡迎安娜 謝謝 有 謝謝 其實很少人知道 波蘭有很多送子鳥 甚至是世界第一 因為很多人就聽過 就是那個歐洲傳說 就是送子鳥就會送小孩子給 渴望 想要生小孩的 對 但是這個是季節限定 因為他們冬天就會 飛去其他地方 對 因為太冷了 所以可能春天大概3月到10月 比較會遇到 對 比較適的深寒 對 然後他 好生理題喔 好 真是有道理的 好 然後我們其實很多那個送子鳥 就會主巢在電線桿或是屋頂上面 是 我們會相信會帶來給這個家庭好運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送子鳥村 所以他們就特別就 群體在裡面就會 好大的草 天啊 你看比例 如果在你家屋頂 屋頂就這麼大 大家會非常地開心 非常期待 或是這樣子他們就 太多人了 子孫滿堂 真的 好 而且我要跟大家說 送子鳥它不是一個傳說 它是真正的事情 那個時候是爸爸還在軍隊裡面 然後他就回家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回去部隊之後 然後他說在那個公社上回部隊的時候 就一直送子鳥跟他對到眼 然後他就記得那個印象非常地深刻 然後後來回到部隊 就那個過了一段時間跟媽媽聯絡 媽媽說有了我 好生理喔 好生理喔 所以其他國家有沒有什麼 也是像這樣求子啊 求好運的方式 來 日本呢 日本呢 就是當然這個祈求生小孩的時候 還會去就是神社 那有一些神社的神明真的非常地特別 那最有名的是日本愛知縣的一個 天縣神社 那它的呢 神明長得怎麼樣 這是我們想的那個嗎 棺材嗎 楊巨神 楊巨神 就是男生的生智器就對了 哇喔 對 那就是這邊 就是 但是呢 除了那個 還有生小孩之外 還有就是一些 他們有夫夫圓滿 然後還有一些 也是就代表象徵 所以也是那個 可以是 那他們呢 每年一次呢 辦就是一個豐年祭 那他們的豐年祭 就這樣 很多 很多 不論是年輕女生 他們都帶神明 他們是神明 對 神明 神明 所以其實 現在很多外國人去那邊 其實外國人也很想要看 所以就外國人 這其實在印度 印度教有一個神叫 師婆神 他也是神域之神 你可以看到他 換化成不同的形狀 有一種就是男生的養具 我們看到覺得很害羞 可是像日本啊 或是印度人看到覺得 這是很正常的 對 重點他的形狀非常完美 聽起來有點羨慕 對 他也是完美 90分 90分 學 在德國我們有一個那個 煙囪清潔工 你說聖誕老公公嗎 煙囪清潔工 聖誕老公公 如果他來你家 把你的眼蔥清乾淨 他就是給你的小豬 因為小豬也是代表好運 以前的眼蔥很容易 如果長掉的話 然後你沒錢 親人家來清潔會卡住 然後你的整個房子就 燒掉 沒了 然後他來了 把它清乾淨 就是代表你以後會有家了 好事要發生 對 所以代表說我們家 我們把家裡 顧得很好的意思 沒錯 好運 好的 那我們謝謝A長 謝謝A長 這一個家是哪裡呢 走走 接下來要猜的是 智力 智力有個東西 敞亮全球第一 大家猜猜看是什麼呢 提示一 在日常生活中很常接觸到的 第二 接觸到空氣會變色 第三 是最早發現的化學元素 只講前兩個會想蘋果 蘋果 智力的蘋果很有名 只講前兩個的話 跟水果有關 沒有跟水果是化學元素 蘋果也可以啊 那就猜鐵就好了 謝謝 你就猜鐵 好 我們來看是什麼呢 就是 紅 紅氣 紅 謝謝美鳳 謝謝 歡迎巴蒂 巴蒂 產量第一的銅 對 我們智力是全世界第一產量銅的國家 太多了吧 你們第二名 那麼多啊 第二名是蜜鹿 是我們的鄰居 其實銅它是一個元素 不管有沒有 我們有 其實我們時候也沒發現 但是我們也會接觸到 其實銅有很多素材 很多堅果的也有銅 因為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需要銅 它是一個微量的元素 然後我們很喜歡用 像智力 如果你去市集會有很多很多這種 有這種 這種就是它是純手工的 然後智力人很喜歡收到這種禮物 它有些 非常漂亮 它就是瓶兒 就它會亮晶晶的 對 它就是純的 純的 然後為什麼它那麼重要 是因為它會 如果你去智力的飯店 有很多都會有這種 對 黃浴缸 所以 不要用沐浴進去 不是 就殺菌了 不是 那沒辦法殺進我們身體的汗 但是它就是會 終於有不行的了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智力有很多襪子 是 銅做的 就是它裡面有這個成分 好重的材料 有銅餡吧 它有這個成分 對 從 銅餡的餡 因為它會那個味道 會玻璃味道 抑制味道 就不會臭 對 真的假的 我知道了為什麼 沒有確定的 還有內褲 內褲 我知道為什麼台灣有 十八銅人 真的 砂菌 砂菌跟砂味道 對 內褲很棒 對 真的很棒 外褲很需要內褲 對啊 所以我們智力第一很厲害吧 真的 你們智力的人都沒有味道 真的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對 我也不會咬 智力的人有智慧又厲害 厲害 好 而且是國家有產 一些礦產對不對 有 像我之前去那個星巴威 那其實星巴威現在大家都知道 星巴威是很窮的一個國家 是 但是你要知道 星巴威其實礦產含量超豐富 他們儲量 比方說像你知道的最貴重金屬 像黃金 白金 鑽石 然後這一兩年被炭刊出 他們有天然氣跟石油 不得了 而且是非常豐富 對 感覺應該超有錢 對 要發財了吧 美國又要來了 但我跟你講這個國家很特別 我覺得他們的礦產產量很豐富 但他們沒有像這樣子那麼多武軍 對 他們現在為什麼很窮 星巴威幣啊 算是全世界這個幣值面額最大 多大 你看像我手上這一張 我們來 郭仁君你看一下 拿出來說感覺很像在開玩笑 真的好多喔 好遠喔 你看一下這個多少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千萬億 十億百億 對 這兩百億 這兩百億 像這樣子一張大概 你買不到半個麵包 你買不到一顆雞蛋 兩百億買不到一顆雞蛋 對 這就是他們付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這是出買菜嗎 對他們 你不是錢啊 還是出買車 這不會被搶啊 沒有他們吃飯 吃飯 但他們現在 所以現在這個星巴威其實算是舊幣 對 他們現在已經又換新的星巴威幣 然後其他在他們國家現在 基本上都不用星巴威幣了 因為通膨跟那個 通膨率太高 他們通膨率到幾十萬 百分之幾十萬倍 但是他們支援這麼多 自然支援這麼多 為什麼還這麼 是因為政策啦 很多其實政策 幫當時的改革 就各種環境 政府啊 對 對 他們的存量 礦產存量很多 然後其實也很多人去當礦工啊什麼 可是他們的生活卻是 不一樣 這懸殊太大了 對 可能比較有味 這個其實馬來西亞呢 曾經它也是 習礦產量最多的國家 對 但是因為後來過度開采的關係 就被其他的國家超越了 對 但是呢我們馬來西亞 現在有一種東西呢 是產量世界第一的 什麼 就是我們的橡膠製品 對 雖然說我們馬來西亞 就是產橡膠的那個量呢 就是不如泰國跟印尼那麼多 但是我們製造橡膠的量是很多的 大家很常用到的這個橡膠製品 是全世界第一的 你說那個嗎 夾鏈袋 喔 保險套 我怎麼想說都換了 我也是在想那個 你剛才是不是其實想講保險套 好像在那邊裝可愛喔 我是沒在用 對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就是 全球最知名的這個保險套品牌 是英國 對 第一開頭 對 但是製造呢最多就是馬來西亞 那我們馬來西亞製造的這個保險套呢 就佔全球的百分之十五 那他們就是自己的品牌呢也是 滿有創意的 就推出一些很接馬來西亞 低氣的這個保險套 為榴槤吧 榴槤味 沒錯 特別是榴槤味道的保險套 會有刺嗎 沒有啊 太刺了吧 但是因為榴槤還可以理解 就是有很多水果的味道嘛 對啊 但是他們之前呢也有出過一種那個味道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椰漿飯 椰漿飯 對 椰漿飯 口味的 就是辣辣的 有鹽香的 那有沒有辣薩 辣薩 辣薩的話目前還沒有出 好可怕喔 對 但是就滿有趣的 對啊 我覺得你們可以出夜光的耶 就是關燈出來看到 哇 星期大戰 一定口味好重喔 星期大戰 我在想的畫面一定很可愛 好 謝謝巴迪 下一個國家是什麼 接下來要猜的是 英國 英國有個東西種類全球最多 大家猜猜看是什麼呢 題是一 跟電視有關 第二 有真的也有假的 好 跟電視有關 有真有假 新聞 A片 英國研究報告 不是 跟電視有關 我知道那個 那個 做食物的 他們很多做麵包 做西點的比賽 英國超多 對 來 可以 剛剛有人說到A片是不是 A片日本更多吧 日本不要謙虛 有可能種類方面 種類種類 真的嗎 你到底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英國是什麼呢 就是 實境秀 實境秀 種類最多 OK 謝謝米虹 謝謝 歡迎Natalie 我們英國真的很愛看實境秀 我自己都有去報名了 而且他們就是像比賽類型的也很多 像你剛有提到就是 充焙啊 PK啊 這也算實境秀 對 那種實境秀 現場 然後像柴翼啊 唱歌跳舞啊 蘇生檔嗎 改造啊 蘇生檔嗎 對啊 像Briton Got Talent 現在也有美國就很多 就非常多 那我覺得其中 我們最喜歡看的就是戀愛的戀愛秀 你們也喜歡這種戀愛秀 對 沒錯 我們光是就是戀愛秀這種的實境秀 就超多 超級多 我們從可能就是這種一般約會啊 對 然後大家就是認識去餐廳見面 對… 對…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 辣到不行把許帥跟美女放在一起 然後就是戀愛 當然不難 是 然後我們也就是A吧 他們就是弄得很錯 不可能 然後我們就化妝 我們有看過這個 那個你就完全看不出來說 他們是哪種種種族長什麼樣子 不能依照外貌 沒錯 就像動物 動物什麼 對 動物或者是把它化成很老的那種 威士都有 對 就是要看內在 好多種類 對啊 然後甚至Dating the Dark 就是黑暗到不行 你就是看不到 然後你就是摸完 因為常會做一些 暗都會做一次 他們就故意去抱那個人 就說原來他露露的 其實就還是有點 所以後來什麼 Love is Blind 就是隔一道牆 他們就是互相聊天 然後去認識對方 然後對 所以從看不到的 甚至到全部看光光的都有 全部 全裸的 全裸 這好像那個花筆的盒子 這個就是說 我就是看外表 所以可能像我今天是來賓去 他就可能像我是女生去 他們找了六個男生 他就會慢慢的一個一個揭開 那他可能先看腳 他就說這個腳太細了 可能臉腳很痠 那個人就說 糟糕我後悔了 然後他就會又到前面就是 生殖器官完全看得到 然後還會轉一圈 這什麼節目 什麼效果 這是正常的電視節目 那時候 晚上吃飯都可以看 因為他沒有就是做愛 所以他不是Porn 而且他會把它弄得就是 但他核體 核體是OK的 在英國 OK的 而且他是滿有教育的 因為他像在 就是有生殖器官的時候 他還會有人在解說說 其實有些生殖器官長這樣 是因為什麼什麼元素 他還會zoom in 就是zoom in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對 整個毛細口都看得到 就是BTS裡面 然後他就講說 女生可能這個形狀 然後什麼這樣 他會繼續講 其實你同時可以 你這樣 你現在這樣講我心跳就在跳 你很安心 這算性教育 這算性教育 而且我剛剛聽說 魏其實也知道這節目 有在看 我沒有看 我只是 你有參加過 沒有 沒有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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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集 哪一集 我要看 我可以把他臉拍下來 再上網找這個臉 他這次有開發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報名 就是我今天想要去找我的 You know the one 就去 跟他就說我就是看外表協會 可是最後你來賓 你要全脫光 對 我覺得這個很挑戰 因為重點 對 挑戰是 我去 我要被脫光 我還要被檢視 跟 這個比較歪 而且你將來出去道路 人家會用什麼眼光 對 看到你 直接就看到你身體 聽起來 我旁邊那兩位有一點自卑 真的有事嗎 有一點 我是不怕 你還蠻相當的 我發現你就真的什麼 就是像可能有自閉症 戀愛的節目也有 然後甚至LBGT的 就是男生留生的 對啊 就是各式各樣 滿健康的啦 對啊 不是我之前看過一個最 最毀我三觀的實境節目 是美國的一個莫里秀 你知道這個嗎 莫里秀秀 他是找 就是人家上來 然後帶著自己的孩子 驗DNA 他是不是那個孩子的爸爸 好硬喔 就是對 因為他有可能 牽扯到一些散養費 然後一些金錢上面的問題 所以到最後那個節目 就會變成一些家族的戰爭 就是那個 譬如說這個女的跟他講說 你是這個孩子的爸爸 那男的就說 怎麼可能 我上次只跟你一天而已 然後另外一個男的 就可能出來說 我才是這個孩子的爸爸 然後他就會驗DNA 我都看過耶 分手要看過 然後有吵架什麼 對 分手 然後最後再公布說 現場直接公布說 誰是這個孩子的爸爸 超強的 好硬喔 超硬的 這感覺在測試人類的 人性最底線 對 大家就翻開來 而且這裡是實境秀 重點是他從1991到現在 你看有多少人要驗DNA 長壽七月 長壽七月 所以其他國家有什麼 特別的節目 我覺得我們自立 有一個節目蠻特別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那麼辣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是 有一個就是有一個團隊 到各世界的國家 都去找自立 就是自立人 因為這個節目是自立的節目 然後比如說他們有去 非常多的國家去找自立人 然後在那邊過生活 然後他們做什麼工作 然後他們想念自立 自立的什麼 然後他們有來台灣 他們有來台灣 他們有去彰化有一個自立 他是一個廟婆 就是他是自立人 然後他在布一個廟 對 很有名 他在彰化的王安宮 然後他們有去找他 他們有派到他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特別 然後這個節目就會問他們說 你們想念自立的什麼 他們就是食物還是人 家人什麼 讓我們再自立的人 就覺得說好珍惜 現在有的再自立什麼 有點像日本的也是一個節目 到世界各地找日本 到世界各地找日本 到非洲 那個也很好看 不然就聽到自己的口音 眼淚就掉下來了 對 或是突然那個 媽媽就從前面走出來 很想看 OK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就是到底呢 接下來呢 要猜的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全世界最多間的 大家請安心猜猜看是什麼呢 提示一 跟旅遊有關的 第二 可以睡覺的 這個好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馬來西亞有一句話 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所以是 遊覽車 我知道 我知道一個就是 安眠藥 安眠藥 對 上次我去自立 我坐飛機三十二個小時 我吃了安眠藥 我就睡覺 到自己就 有些人出國還會認出來 對 會帶安眠藥 對 還有呢 吉隆坡機場不是很厲害嗎 是不是很多那個 躺椅可以睡覺 轉機的時候在那邊休息 真的是新家 最多躺椅 好 還有嗎 跟旅遊有關 還有可以睡覺 可能比較特別一點的飯店 可能可以跟動物一起睡覺嗎 或是跟帥哥一起睡覺嗎 好 我們來介紹答案 來看一下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全世界最多間客房的飯店 謝謝 你好 謝謝 黃玉 其實因為講到馬來西亞 其實我們大家的心智 肚明 很多東西都比不上別人的國家 不會 有 對 黃玉他這麼厲害 黃玉他這麼厲害 顏值那麼高 這麼多操作新歌手 好 謝謝 好 但是我們的政府就是 我們在建築方面 可以建多大就建多大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 就是有一間飯店 它叫做 第一世界飯店 第一世界飯店 那這間飯店 它其實早在2006年的時候 它的客房數就是多達 這麼多元 對 2006年 而且當時還被宰入 2006年很久以前 對 6千 而且當時有被宰入這個金氏世界紀錄 6千多間 這麼多遊客 那個房 那個房務員會多累啊 對 然後呢 就是雖然說我們 後來有被美國的這個飯店 就是超越了 他們強調的這個第一名的寶座 但是呢 我們的馬來西亞就是 蘇朗恩蘇丁 我們呢 在2015年的時候呢 又把它的客房數 擴增到 所以它現在又變成第一名了 不是 這到底在哪裡啊 對啊 這個是在雲頂高原 雲頂 對 因為其實雲頂有賭場 對 所以很多人可能一賭 很主顧 而且因為在這個雲頂 也有這一個就是主持樂園 所以是有很多親子家庭啊 就是 而且我們馬來西亞旅遊的時候 就很喜歡大家庭一起旅遊 十幾個人這樣子 很容易特色 對 對 沒錯 7千多間 真的 目前全世界最多的 沒錯 很有特色 其他有沒有人也有這種 很有特色的 其實看到馬來西亞 那個很鮮豔的飯店 就讓我想到我們南非 有一個也很特別的一個 是我們算是 其他國家最多的 那就是我們國旗的顏色 對 真的有點像 直接 有點像 對 對 那其實我們這個 它顏色很豐富 每一個顏色也都有它的意義 那基本上就是 藍色就是天空 那白色和黑色 其實就是代表我們白人黑人 然後 綠色是代表我們的陸地 然後 紅色是血 然後再來 黃色是金 那其實我們早期南非 是產很多金 金礦的地方 但是 在近幾年 當然沒有像以前那麼豐富 所以 但是還是算是 世界排名前五名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代表我們的人民 因為我們人民就是種族很多 所以顏色也就非常豐富 都有意義在 所以把所有東西都融合起來 就是一個南非的國旗 沒錯 對 滿有意義的 對 我覺得今天認識很多不一樣 很另類的世界第一 沒錯 長知識了 真的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記得歡迎下次見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謝謝